为什么咱们师生人民印象会被冲等等 咱们不用再讲这些了 就是说白了 就是已经证明有史前文化 但是这个史呢 说白了是第七代人类播种的 第六代第五代第四代是什么 所以在这里面先给大家讲一些最基本的知识啊 就是科学 我们要讲未来的科技会怎么发展 先给大家提提兴趣 未来的科技呢是知道人类能掌握自己的DNA和修正DNA的时候 人就发现自己是个载具 然后才能找到 比如说我们未来会发生什么 就是我们现在的科学把唯物和唯心是分开的 就是神学搞唯心 然后科学搞唯物 两个东西在打架对不对 未来 他们是连到一起的 或有生命物理学 就是和生命有关啊 就是一个有机的东西和一个无机的东西 它怎么转化的 很重要 那我先说简单点啊 就是实验室里边那天 当然那天的课程是在讲 有一些部分和我们这个主题不相关的 我直接说简单点 我们在实验室里边 直接造出来 用单质的金属造出来 活着的能跳的 纳米结构是20纳米结构 而且拿着这个东西呢 去英格尔 去中国的核物理学院 他就寄到欧洲去 他们出来是三个结果 先给大家说啊 一个检测是二氧化碳 一个检测的碱氏碳酸 一个检测的鎂 不是科学了对吧 一个东西同时是三个东西 我直接说简单点啊 是因为他们实验的方法 检测它的方法 得出来的是 这个东西是二氧化碳的呢 它是用核物理检测的 计算它的原子半径 用核物理检测的 它能测出来这种是碳结构 碳氧结构 但是另外一个呢 是用燃烧法 它把它燃烧了 它的实验过程 已经破坏它原有的结构了 它检测出来是碱氏碳碳酸 它发现了二氧化碳和氧化氢 另外的一个地方 它检测呢 检测出来 我们是钙 它说白了 它把它脱水了嘛 那我们到底 有没有一个东西啊 就是和我们的 原来在身体里边的 说白了期待血一样的 原来是没被定义的 然后 这期待血呢 它流到你该需要的地方 它就变成它了 这个东西科学方法 就好像咱们科学 在争论玻璃二相亲一样的 我们尽量把这些东西 做一个衍生 未来会发展出来什么东西 这个事特别重要 有些人 我其实说简单点啊 你没开松果体 耳鼻舌口声音 只能获得宇宙里面的 百分之四的薄 百分之三点八 那剩下的百分之 九十六点二是什么 你看不到 不要说它不存在 但你只能看到电信的 我只有说简单点 你拿一个特斯拉厂 拿两个磁铁 你看不到中间的东西 对吧 但是你拿个特斯拉 自己插到中间 就可以检测到 它是多少豪西服 或多少特斯拉 对吗 环境里边 再放广播 我就问你 你能看到电视吗 为什么电视 它可以这样作用